就在香港问题还没有平息迹象的当儿 示威者们的不满情绪还烧到了英国伦敦 这一回示威者把目标锁定在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华的身上 当郑若华准备出席一场讲座时 数十名示威者立即将他团团包围 并对着他破口大骂 在一片混乱当中 郑若华还一度跌倒在地 其中需要在法案人员的护送下 才得以顺利摆脱人群 事件发生后的隔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记者会上把矛头对准英国政府 指出袭击跟英国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公开支持示威者有着直接的关系 他还以严厉的措辞向英国访话 要他们停止声援这群反中分子 如果英方不改变其错误做法 继续火上浇油 挑拨怂恿 必将遭到反噬 遗害自身 对于香港迟迟无法平息的乱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已经不是第一次把枪口堆向其他国家 指责这些外部势力试图干预香港事务了 那几天前耿爽就曾经针对美国参与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施 准备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达了强硬立场 那耿爽强调香港目前所面临的并不是什么人权或者是民主问题 而是要尽快恢复秩序维护法治 他抨击美国公然力挺暴力分子的行为 为的就是要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 并以此牵制中国的发展 那耿爽还提到美国在香港也有重要利益 如果执意要通过这项法案 不仅将会损害中美关系 也将严重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他重申香港事务存属中国内政 那中国绝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干预 他劝劲美国应该要在这个时候悬崖勒马 立即停止推动相关法案 同时停止支持示威者的暴力行为 明天堂都有所谈的 明天堂有所谈论的 您不需要的 明天堂有所谈论的 明天堂有所谈论的